我告诉你啊,家里有小朋友的 你一定要多给他做这个肉末豆腐蒸蛋 鲜香滑嫩,大任小孩都爱吃 首先碗中打入两个顺产的鸡蛋 加适量盐,用我家的筷子搅匀 再加入1.5倍的温开水继续搅匀 然后撇去浮沫 空碗中倒入切好的豆腐 淋入鸡蛋液,敷上一层保鲜膜 再用牙签扎孔排气 水开上锅蒸15分钟 锅中油热,倒入5毛钱的肉末 炒至变色,加姜蒜 一勺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浇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再加鸡精白糖 生抽,少许的老抽 再淋入一碗水淀粉 烧至汤汁浓稠 浇在蒸好的鸡蛋上面 一道美味又营养的肉末豆腐 蒸蛋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学会了赶紧给你的家人做起来吧 很多人喜欢吃猪脚 在家怎么也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而且毛腥味还很重 今天这个做法你要是学会了 以后就是你的拿手菜 首先猪脚要选择这种前脚 因为前脚肉多筋粗,骨头小 不要选择这种后脚 后脚肉少筋细 骨头还非常的大 重点它俩价格是一样的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浇做菜 麻烦你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想要做出来的猪脚没有脚气 你只需要像我这样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开小火慢慢地煮 这样内部的脏东西才能释放出来 然后捞出洗净 重新放入锅中 加入葱姜,八角和香叶 一把干辣椒,两块老冰糖 一罐过年没喝完的啤酒 去腥增香,软化肉质 调味加盐,生抽,老抽,毛油 一次性加满开水 没过猪脚,盖上盖子 中小火焖久久82分钟 开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出锅了 猪脚跟我这样做 酱香浓郁 软烂入味,非常的好吃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 很多人做的五花肉又柴又硬,吃起来又腻 今天教你做一个经典东坡肉的做法 全家人抢着吃,六块一斤的五花肉 一定要冷水下锅,重点来了 五花肉千万不要皮朝下 这样非常容易粘锅 再放葱姜,花椒 料酒煮20分钟 这样能让五花肉更好定型 也更好切,切成大四方块 再打上十字花刀 砂锅铺上葱段 姜片打底 再次的摆上五花肉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 麻烦你给个免费的小红心 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放两个桂皮 八角 几个干辣椒 两块老冰糖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半瓶快要过期的啤酒 一碗热水 扣盖小火炖一个小时以上 这样做的东坡肉软烂入味 肥而不腻 学会的赶紧收藏做起来吧 很多人做蒜黄炒肉丝 都是直接下锅炒 那就是大错 那样炒出来的肉丝不鲜嫩 还非常的柴 今天我把做了40年炒肉丝方法 分享给大家 切肉丝不用在意切得有多细 只要切得粗细均匀就可以了 切好的肉丝 加一勺盐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淀粉 抓拌均匀 最后放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锅中油热 倒入肉丝 快速的滑熟滑散 倒出来备用 并起锅加葱蒜小米辣炒出香味 每天都在用心的焦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再加点青红椒炒至断生 再倒入肉丝和蒜黄 淋少许生抽调味 大火翻炒五六七八下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学会了 就赶紧动手做起来吧 很多人把这种五花肉买回来 不是焯水 就是直接下锅炖 那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今天这个做法不但肥而不腻 而且入口即化 五花肉切成大大的小块 然后加入一勺面粉给它抓拌均匀 这样既能去除腥味 还能保持肉的营养 然后清洗干净 提前泡好的干豆角切成段 脱布放油 倒入五花肉 煸炒出油汁 然后放葱姜 干辣椒 八角 香叶 再倒入干豆角 炒出香味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焦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再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老抽 料酒 蚝油 翻炒均匀 切记要加入开水 小火煮三十分钟 开盖后撒点蒜苗 满屋飘香 软烂入味 干豆角吸收肉的汤汁 简直太香了 你也赶紧去试试吧 很多人在家烧鱼香茄子 以为只有用油炸烧出来才好吃 那样太浪费了 今天这个做法 不用油炸也能做出比饭店的还要好吃 而且一点也不油腻 切好的茄子撒入一勺白盐 抓拌均匀 杀出茄子里的水分 然后用清水多洗两遍 其干净茄子表面的咸味 再挤干水分 为了炒菜时不会手忙搅乱 先按照屏幕上的配方调一碗料汁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希望能得到你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锅中油热 倒入茄子 翻炒五六七八下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中小火煮个三分钟左右 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以后想吃茄子就跟我这样做 软糯入味 非常好吃 而且一点也不油腻 最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吗 很多人在家做红烧鱼 不是不入味 就是腥味很重 其实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 不信你就往下看 首先鱼一定要清洗干净 在背部肉厚的地方打上十字花刀 方便入味 这里要切记刀口不要太长 否则煎的时候容易断裂 影响美观 锅里先放一勺油 把油烧到微微冒烟 再倒出来 重新放一勺凉油 然后再撒一点毛毛盐 把鱼顺着锅边放进去 先不要去动它 小火煎个一分钟 再轻轻地转动 你看是不是一点也不粘锅了 同样方法 再把另一面煎黄 捞出备用 锅留底油 下入葱姜蒜干辣椒 想要烧出来的鱼颜色好看 放一点豆瓣酱 炒香炒出红油 每天都在用心地焦做菜 麻烦你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加一勺料酒去腥 适量的长浆水 再把煎好的鱼放进去 生抽提鲜 一点老抽上色 鸡精白糖调味 再放一个八角增加香味 这可是个好东西 不要扔掉了 一条鱼只有一个 煮开盖上盖子 小火焖20分钟 俗话说千滚豆腐万煮鱼 就是说鱼要炖时间长一点 才入味好吃 然后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出锅了 表面再撒点香菜即可 这样做的红烧鱼鲜嫩入味 非常的好吃 而且一点也不腥 学会了以后就是你的拿手菜 很多人喜欢吃红烧带鱼 却总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今天就把我做了40年的方法 分享给你 首先带鱼的背脐一定要给剪掉 再给它两面打上花刀 放入葱姜 盐 花椒粉 去腥的料酒 少许生抽抓云腌制15分钟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希望能得到你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空碗内放入生抽 毛油 去腥的料酒 少许老抽调色 鸡精 白糖 适量清水 搅匀备用 7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两面金黄即可捞出 锅中油热倒入葱姜蒜 干辣椒炒出香味 放入炸好的带鱼 淋入调好的料汁 扣盖小火煮5分钟 出锅撒点葱花配色 红烧带鱼你要是学会了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很多人把山药买回来 不知道怎么吃 以后你就像我这样做试试 外酥里诺 特别的好吃 先把山药上锅蒸熟 然后把它搞得稀巴烂 放入一勺淀粉 揉成这种不沾手的面团 搓成小圆球 用漏勺将它压成饼 油温四成热下锅炸 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希望能得到你 一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炸制这种外表酥脆即可捞出 不管你是沾上番茄酱 还是撒点孜然粉都非常好吃 你也赶紧去试试吧